大家好,我們今天城市走讀單元來到迪化207博物館 那這間博物館有哪些特色?它的前世精神又是怎麼樣呢? 我們請到傑欣來為我們介紹囉 傑欣你好 你好,歡迎大家來到迪化207博物館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我們是一間私人的博物館 是在博物館法成立之後第一個以個人身份申請通過的私人博物館 我們博物館的創辦人是陳國慈女士 她是在2016年的時候買下這棟房子 經過一年的整修之後 在2017年正式開放博物館讓大家可以進來參觀 我們這棟博物館的前身是廣和湯藥鋪 廣和湯藥鋪它是由莊阿妍她所創辦的 就以它從廣東眉縣的廣字 那跟希望事業和平的盒字 取叫做廣和湯藥鋪 那現在在我們館的外觀呢 都還可以看到有廣和藥行字樣的鐵牌花窗 但當時莊阿妍她創立的廣和湯藥鋪呢 並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樣的建築 它當時是二層的這種土木造建築 就我們也會叫它TOKATSU 那現在看到的這棟博物館的建築呢 是在1962年的時候 由莊阿妍的兒子莊天慶先生 他改建而成的 那我們這棟建築它在2009年的時候 也有獲得台北市政府的登陸 成為歷史建築 那會成為歷史建築 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點就是我們管的外觀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這個管DM 就我們管外觀的話呢 因為剛好是位於三角窗 所以在一二樓部分就有做大面積的開窗 整體的造型是圓弧形的 就跟低畫街上大部分的建築很不一樣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這棟建築起造的年代也是比較晚 是1962年 那當時是有受到現代主義的影響 所以它在外觀的設計上呢 就比較簡潔喜歡用線條啊 還有幾何的圖形做設計 那跟低畫街上 比較靠峽海城隍廟南街那部分 比較多是有很華麗牌樓面的西洋歷史式樣建築 那或者是北街那邊比較多是 傳統的與南市街屋的建築都不太一樣 這是我們博物館外觀的第一個特色 那第二點呢 就是在我們館內有很精美的模式之圖案 因為以前這棟建築是藥鋪 所以從模式之圖案也可以看出當時藥行的痕跡 那模式之部分就待會再繼續跟大家做介紹 那第三點的話是有提到 剛剛廣和塘藥鋪的歷史 因為廣和塘藥鋪在低畫街營業也是非常久 那也見證了中藥在大稻城的一個興衰 就因為這三個原因 我們在2009年的時候就被登陸為歷史建築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請潔西 帶我們透過鏡頭 我們從門口一路走進來 然後可以來幫我們介紹這棟歷史建築它的特色 對 對 這棟歷史建築的方式展示 那除了那個藥櫃跟下面那個是做藥碗的治完機 不是原本廣和塘藥鋪的其他的展出的物件 然後還有那個畫也是以前就是廣和塘藥鋪 然後是武裝天慶先生他的自畫複製品 喔 他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所以他的自畫不會只會有詩 他在旁邊就會用各式的顏色去畫很多的東西 這很少見耶 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然後像我們這邊的話 因為是歷史建築 我們家在整個敵畫街的歷史建築上面 就是我們有大面積的窗 然後又延弧造型 所以所謂大面積的窗 是因為他們家要當店面 那他當店面有一個好處 這邊是三軌六扇 三個軌道六扇門左右開 那你就可以有最大面積的那個門面 可以去檢測人進 對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看到有二、三 三體都是三軌六扇窗 所以你說的窗就是這個門面嗎 門面 你看那一個完全都是 它有一、二、三、四、六 六片的門片 對 那下面軌道有三個軌道 它會這樣全部收到最旁邊的時候 你就會從側面看到一、二、三、三側的門 喔 瞭解 這叫三軌六扇 那在我們博物館門口呢 首先可以看到我們第一個摩獅子圖案 剛剛有介紹到我們館會成為歷史建築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館內特殊的摩獅子 那我們館內的話總共有三個圖案 在門口就可以看到第一個 我們現在叫它密封採密的圖案 那其實呢在最早的話字是會有用念到左的嘛 所以會念作蜂蜜 那上面還有一個正字的標記 就有著純正蜂蜜的意思 因為以前廣和唐藥鋪呢 他們也有自己的養蜂場在士林的那雙溪 那就特別做了這個蜜蜂彩蜜的圖案 讓來往的人知道說他們有在賣蜂蜜 那也是他們一個蜂蜜的一個象徵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再進到館內會看到第二個圖案 那在館內一進來之後呢就可以看到地上有一個是老生高麗生的圖案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圖案大家應該就很好猜了 因為以前是藥行那藥行都會有賣人參嘛 所以就做了這個圖案讓來往的人知道這裡是有賣人參的藥行 那因為廣和唐藥鋪呢他以前其實也有在做中藥財的批發 那人參也是他們很重要的一個買賣的物品 所以就特別做在了一樓入口的地方 那在迪化街上呢除了我們博物館之外 在比較靠近峽海城隍廟那裡還有一間前員參藥行 那也是在入口差不多的位置有老三高麗生的摩獅之圖案 但不一樣的是呢我們老三高麗生的這個人參 是在迪化街上最大條的 因為前員參藥行他們的設計是以字體為主 那我們博物館的話則是字體跟人參圖案是個一半一半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這邊看完之後 有機會可以到前面的前員參藥行看看 那我們館呢除了這兩個圖案之外 待會在二樓還可以看到第三個摩獅子圖案 那接著就可以跟著我們的腳步一起往樓上 那一樓的部分呢其實就是他們以前店面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這樣子的圖案 那其實後來在中藥市圍之後 管核糖藥婦它的店面有一度呢 它是有退居到209巷的一個部分 那前面就有分租給其他店家 那這部分在我們廣外也有用儲窗的方式來展示介紹給大家知道 好那我們就繼續往樓上走 那來到二樓就可以看到我們第三個摩獅子圖案 是葡萄的圖案 那為什麼在二樓會出現葡萄呢 主要是因為葡萄它結實累累就有多子多孫的意思 那在二樓的部分呢就是以前管核糖藥婦他們的居住的空間 所以就做了葡萄希望他們能夠家族子孫興旺 那像我們現在站的這個葡萄的位置呢 也大概是他們以前公媽廳的位置 那二樓的話前面又會有在分出像是客廳 那後方才有他們的廚房 那接下來大家可以再往這裡 這裡可以看到有一個摩獅子的製作流程 那其實會發現到現代摩獅子這個技法已經越來越少見 主要是流行在台灣大概50到70年代之間 那會越來越少見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摩獅子它的做法非常的複雜 那加上後來有磁磚的引進 貼磁磚就一天就可以完成 所以它就比較少見了 那我這邊也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摩獅子整個製作的流程 那像摩獅子它製作的時候呢 首先會先需要磨平地基 磨平地基之後就會放上銅條 就在我們地板上也可以看到 這有金色的這個金屬線它是銅條 銅條它比較軟就可以折出特殊的形狀 那一般家庭沒有特殊形狀的這種摩獅子地板 也會發現會把家裡的地式分隔一格一格的 那主要是因為銅條它也可以防止就是摩獅子它在裂的時候 裂得太大 所以家裡也會做出這種一格一格的樣子 那銅條設定好了之後 接下來就會放入食材跟有色的水泥去做甜 那在甜的這個時候呢 可能就會需要兩到三天的時間才能完全乾 那它乾了之後又會需要打磨 那打磨也不是一次就能夠完成 會需要第一次磨完看看有沒有凹洞再去磨 那像打磨的時候它又會分成乾磨跟濕磨 乾磨會產生很多粉塵 對工人身體不好 濕磨的話粉塵就會跟著水流到下水道 變成一個污水的污染 所以後來政府也不是這麼推薦使用這個工法 那加上剛剛有提到的非常耗石 所以就越來越少見了 那這邊呢也有一個小物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早期的台灣建築裡 磨石子佔了重要的地位 從藥行與居家環境選擇的圖樣 也展現了當時的審美觀與價值觀 純手工打造的磨石子 細緻美觀而且非常耐用 導覽人員也跟我們分享情神經驗 夏天在這棟屋子裡可是非常涼爽的 這些精美工藝背後還有一段小故事 下一段城市走讀單元還要繼續與您分享哦 迪化207博物館擁有精美的磨石子工藝 這與他的前身廣和糖藥鋪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現在就請導覽員傑欣來跟我們分享吧 就是我們迪化207博物館的磨石子 為什麼會這麼精美呢 是因為像當時廣和中天慶先生 在建造這棟房子的時候 他要自己去找像是土木的工匠啊 泥水匠啊這些 那他找到的磨石子師父呢 就竟然剛好是他的親生兄弟 因為以前的小孩可能會有分去給其他人養的情況 那在很小的時候所以就分出去 所以他們兄弟是互不認識的 那是因為找他來製作磨石子才兄弟相認 發現竟然是自己的親弟弟 那弟弟當然要幫哥哥 蓋出最好的這個磨石子的房子 所以在磨石子地板上 他也是更用心的去製作設計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的磨石子地板呢 他都是從1962年到現在 那色澤啊還有圖案都還是非常的漂亮 那可以看到的樓梯扶手 他整個設計的線條圓弧狀也是很精美的 那大家有機會來到現場 也可以用手去摸摸看 都可以摸得出師父手工的痕跡 因為當時這種圓弧的形狀都會需要是師父他們手工去打磨 那可以看到樓梯這裡也很特別的有設計這樣子的開口 都算是比較少見的一個很漂亮的設計 從二樓通往三樓的樓梯轉角 有一個內牽的置物格 聽導覽員說 這是在蓋房子的時候就要先預留空間 才能隔出這樣一個櫃子 有些民宅如果隔壁住的是親戚 還會在木頭隔板上做一個拉門 方便溝通或傳遞物件 那我們迪化207博物館呢 現在是就是以作為各種展覽 那展覽的內容都會是跟台灣的長民生活文化 或者是老房子再利用相關 通常一二樓我們是會做一個主題式比較大型的展覽 那三樓的話就會用一兩的形式也做一個小型的展覽 那每半年的時候會做一次展覽的交換 那一二樓跟三樓會錯開來 所以現在三樓的話可以看到是我們另外一個展區 那來到三樓大家一定會先眼睛一亮的 就是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大面積的開窗 因為二樓部分因為展場的原因比較遮住了一些窗戶 那到三樓我們就完全保留以前窗戶的樣子 讓大家可以看到以前它整個房子的採光其實是非常好的 那所以像我們在成為這張博物館之前 在2016年到2017年這一個整修的時間呢 我們也盡量就是可以保留老房子原本的樣子 然後再加上一些讓展覽會比較方便的元素 所以可以看到像這些窗台的漆啊還有五金零件 其實都是有盡量原覆以前的樣子 那在窗台這邊呢就是大家來到我們博物館很喜歡的一個位置 因為可以看到耳迪畫街的街景 那也可以看到以前這種大面積開窗的這個通透性 那下方的話呢還可以稍微看到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廣和堂藥鋪的這個鐵牌花窗 那當然是從我們廣外往裡面看的話會是更漂亮的樣子 那大家有機會都歡迎可以來到現場看看 早期的窗框都是木製的 需要定期保養維護 避免腐朽或被白蚁侵蝕 照顧過許多老房子的導覽員表示 早期的建築有許多木造結構 最怕白蚁侵蝕 常常是外觀看起來完好 其實裡面早已變成白蚁的家 207博物館的木製窗框保存得非常完善 遇到颱風或暴雨的時候 館方人員還得特別塞邊條 防止雨水入侵 費心費力的維護 就是為了讓老屋能夠維持在最佳狀態 那在這邊呢 也還可以看到就是我們有特別有出過一本 叫做老屋創生二十五鐵的書 那因為創辦人他為什麼會選擇這個迪化街 來作為這個我們博物館的一個基地呢 主要就是因為迪化街它其實是一條活的這個老街 就是很多以前的這個商家啊 都還在這邊是已經三四代了 那就從迪化街這邊 當作一個推廣台灣生活文化的一個基地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還有老房子的再利用 那所以我們迪化二零七博物館呢 才會選擇在這個位置 那這裡可以看到就是我們之前有出版過的 推廣台灣二十五 介紹台灣二十五間再利用的老房子的一個書籍 對那大家有興趣的話也都可以來到現場翻閱 那上方看到的這個盒子是我們之前為了展覽有特別就是 做過一個介紹二十五間老房子的展 對那就可以來現場細看 對這也是我們博物館很重要的想要推廣的一個項目之一 就是希望可以讓大家有機會多多走進老房子來認識老房子 看到這裡不禁讓人聯想到老房子其實就在您我身邊 就在城市的各個角落 有的還有在住人 有的已經破舊不堪 新舊交替是時代必然的趨勢 老舊建築是城市建設的阻礙嗎 還是記錄一個時代的珍貴資產呢 下一段城市走讀單元 要繼續來到二零七博物館的頂樓平台 帶您從高處欣賞這附近特別保留下來的早期建築群 二零七博物館頂樓的平台 在這附近的斜屋頂建築群中 可是特有的建築構造 現在就請導覽員傑欣來為我們介紹吧 來到頂樓我們先往後面走 那後方這邊呢就可以看到有一個罩出現在頂樓 大家都會很好奇 欸罩為什麼不是在廚房是在頂樓出現呢 那主要是因為這裡以前是藥行 那藥行呢它就會有需要像是監主藥材啊 或者是代客監藥等等的服務 那才特別把罩設在頂樓 就是在主要的時候讓藥氣散發 才不會在家裡那個藥氣很濃 所以可以到頂樓看到這樣子的罩出現 那頂樓這邊呢還可以再往旁邊 就可以看到整個大稻城的街景 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我們這棟建築 跟其他這種街屋建築的差別 因為會發現街屋的話它是房子很深 那有第一鏡、二鏡、三鏡 那通常第一鏡會當作店面 二、三鏡才作為住家或者是倉庫使用 那我們的話比較就像是一個立體的 往上漲的這種街屋建築 就是一樓是當作店面 二、三樓當作住家來使用 那我們可以繼續再往前 那前面的話呢是可以從我們這個角度去看到淡水河 也是在迪化街上只有我們博物館 因為是平台式的屋頂 那所以才能夠這樣子的看到淡水河 因為剛好位於街角的位置 那早期的話其實淡水河跟大稻城是非常親近的 因為以前是沒有堤房 人就是可以這樣直接走過去 那現在的話這邊坐的堤房 才稍微把人跟河的距離割開 那大家就可以到我們博物館平台式的這個位置呢 去眺望淡水河 想像當年的貨物在河上非常繁盛運行 然後迪化街大稻城整個繁榮的景象 都是靠著淡水河的這樣子的貨運 航運而興起的 就歡迎大家有機會可以到頂樓來眺望 那前面的這個位置呢 在以前也可能是他們曬藥財的一個位置這樣子 我們創辦人陳國慈女士 她其實是台灣最早就是以個人身分任養古蹟做經營的人 那我們四棟房子的話就是她買下來 然後開放成博物館讓大家能夠進來參觀 那當然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喜歡上老房子 多多走進老房子 然後做老房子再利用的這個推廣 那她當初的話就是會有給你一個容積的獎勵 就是房子不能再往上蓋的話可以移到其他位置 就是為了要讓這邊的街屋可以保留下以前的樣貌 所以也不用擔心這裡的街屋 紅瓦屋頂哪天變成黑瓦的屋頂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它都是有受到這個大稻城歷史風暴特定專用區的這個規定的保護 那所以像後面那個建築也可以看到那棟大樓 它的外觀設計是用紅白相間的 那其實也是為了配合這個特定專用區的顏色來去做設計 那另外後面可以看到還有一棟是黃紫色的鄉間的大樓 它就是在規定之前就蓋的 所以它的顏色其實就會跟這邊一整個街區的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就是這一代的那個老屋都沒有辦法再做 就是再加蓋啊或是做改建啊這樣子嗎 還是可以但是它在規定上面就會比較複雜 對就是要去依循它相干的規定你才可以再去做增檢或者是修改這樣子 就是主要就是為了要維護這一片景觀 對就是要維護大稻城然後迪化街上的這個以前街區的樣貌 其實就像剛剛有提到說迪化街這裡是一條活的老街 對那就是真的是這邊除了有傳統的那種南北貨啊 中藥行布商之外呢 也有很多新的文創的一些商家進駐 所以就造就這邊其實是舊跟新交錯非常活絡的一條台灣的這種老街道 所以是很特別大家很喜歡就是有年輕人然後有長輩或是小朋友大家都可以來的一個地方 對那所以像我們在做展覽的主題策劃的時候呢也是希望是說可能是中年人的回憶 然後老年人就是長輩的這種童年然後小朋友的電視電影畫面 就是讓大家祖孫三代來都可以有不同的回憶然後會有很多的話題可以聊 對所以其實像來我們這裡參觀的遊客啊他們都不只來一次 他們都知道因為這裡會換不定期的應該說半年會換展 那就可以一來二來三來所以我們重複來的遊客是非常多的 所以來到迪華街就是不只是這邊有一些那種創新的飲食啊 然後還有上布莊啊然後也可以來到這個207博物館就是可以體驗就是自己阿公阿嬤或是更早以前的人的生活 沒錯就是可以來看看以前爸媽的回憶然後就可以跟爸媽更有更多的話題可以聊 實際走進老房子才能切身體會到跟現代建築的不同 從建材選擇裝飾工法到空間利用 各種細節都能看到前人的智慧 曾經居住使用的痕跡 蘊藏著一代代人們的故事 在生活相對便利 資訊快速流通的現代 讓人不禁思索 對於過去我們是否遺忘的太過快速 或者有空時也可以來到這裡走走 重新認識我們的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的生活 屬於我們自己的故事 好久不見 旅行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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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